大家好,我是关博的Able 这个星期一周标识,我们想说一只拥有超级复杂功能的碗标 这碗标的名字很长,叫做La Musique du Tom's Last Carbonatier Grand Caprication Split Second Chronograph Temple 这碗标是来自Westworld Constantine Last Carbonati的意思是国楼工厂的意思 在瑞士以往的制标历史,所有屋顶楼都有最充足的阳光 他们会给一些最资深的标像在国楼制作的标 国楼工匠系列在江斯丹顿来说,也是他们最资深的制标师所创造的作品 除了可以做超级复杂功能的碗标之外 他们还可以为客人做各种不同的复杂功能的混合 又或者是做一些艺术的碗标,例如发狼、雕刻 而超级复杂功能的定义是怎样的 最少要有三种高复杂功能,包含在一只碗标那里 例如陀菲伦、三文、追尊继时或万年龄 这一只江斯丹顿的超级复杂功能碗标 它是拥有24个功能 因为它们将所有的功能都break down 例如好像时、分,它们都是算两个功能 另一个碗标是50毫米的直径和21毫米的厚度 它绝对不是一只可以戴得很舒服在手上的碗标 不过如果作为一只非常高级的瑞士工艺碗标去欣赏 这个真的没得定了 它有两个标盘 这个碗标是可以flip来戴的 而且这只碗标只是做一只,是一只沽本 它们设计了一个很聪明的标带构 令到那个flip over很容易,不需要工具 我们先看看正面 正面有四个小标盘 它们是用来显示正常日常的时间和万年历 加上中间就是追证计时 中间的两只指针 一只就是计时的秒针 另一只就是追证的秒针 左下方的小标盘是显示现在星期和日历 而右下方的标盘就是显示月份和现在是否润年 左上方的小标盘 里面的24小时的小圈 给短指针显示的是第二时区的时间 而外圈的12小时就是现在的正常时间 而右上方的小标盘 里面的30分钟 就是那个计时的小标盘 而外圈的60就是现在的分钟的时间 即是说现在是10点09分 看起时间就有点复杂 因为分开了两个小标盘 看看右方的几个按钮 两点钟位和四点钟位的两个按钮 两点钟位的就是单按钮计时 就是它负责了计时的start、stop和reset 四点钟的按钮是负责追证的启动 中间的标官正常的调节时间和上年 这个碗标是手动上年可以提供65小时的动力 如果是启动了那个计时 都可以有40小时的动力 左方我们看到有拉杆 很明显了 这个就是一个三文功能的启动 拉杆如果拉尽 就是为了那个三文 去提供这个动力 即是上年 第二个标盘 就是显示这个贴文时间的 第一个注目到的就是12点钟位置那个陀飞论 这个是一个typical的 刚士丹林的设计 那个打磨是非常之靓的 陀飞论的中间还有一个动力处备的显示 是那支蛇仔针指示的 而中间那支时针和分针 是显示现在的真太阳时 因为地球围绕太阳 就不是一个圆圈的轨道 而是一个桌圆形 所以那个真太阳时 和我们平常的那个日常用的时间 但是有差距每天的差距是由几分钟到十分钟左右 我们看看那两个线形的显示 它们分别就是 在右方那个线形的显示 短针那个就是显示那个日出的时间 长针显示就是当日有太阳 究竟有几个钟头 左方的线形 短针是显示日落的时间 和长针就是显示那个黑夜的时间 黑夜和有太阳的时间加上一定是24小时的 6点钟位置那个是月上的显示 这个月上是一个RetroGate 逆跳的月上 这个月上是准到1000年才不差一天 整个碗标这个机械上年机身 是编号2756 它是有1163个零部件的 用这个红金的飘壳 那个标圈都是有一些波浪的色物 我自己觉得 今次它只是做了一只碗标 将来我相信它一定会再用这个机身 去做其他换标 或者作出一些改动 我希望江斯丹到下次 在improvement那里可以尝试看一下 正常时间的显示 好没有做得容易看些 不要分开了左右两个标盘 这个星期的一周标示 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